一定啊 五十两 平香县 下边 道光三年正月 戳记的文字 比较古着 而且呢 包姜浑厚 它胶筑时候 背后的那种蜂窝状的 胶筑形态 一论字呢 手摸上去呢 还不是很操手的 所以 这个银是真的 真的 是真的 是我们的确呢 是道光三年 1823年 是 我们平香县的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 二十六年 很多人 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 巨大成功 针对 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手向面向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控影是有可能的 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的 张老师 你帮我去给他们 讲一下价钱吧 好奇 你想让他们讲一下价钱是吧 你自己问呢 好吧 各位老师 200万的好像 没有这个价 人家给你戳50万 就是这个可以参考 可以参考 可以参考 包抵50万大 乌罗文化 它是远古时代 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那种不了解 它用想象当中的一种形象 唱制出了一些罗舞 在佛教文化 没有传入到我们中国以前 包括在汉代 也是十分流行的 这件东西应该是轻握到民国处 用的是香葬墓 长久了不会住 雕刻不会变形 红彩 再加黑彩 是很浓郁的 相当特色的墓雕 它还有好多的文化的内涵 艺术的内涵 这确实是一个文化 农文化 而且一直师父带徒 你能传下来 确实是一个非物质文化的影响 我组建了一个罗舞队 我们那个罗舞队 代表昂远 我们走出了国门 到了韩国 毛利丘斯 整国家 全世界去巡演 还参加了第七节雅固医学节 画得不错 对 画得很细腻 这样的老东西怎么来看呢 首先还是要 看它的这个风格 这段话呢 是属于清雷山水 它跟陈俊宗的那个 擅长的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这个山水上呢 有很多春点 春法 很多细的台点 这个在宋代是没有的 这是球印跟文哲明的画法 这个 包括这些树 这样的一些形态 典型的是球印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这个宋代的东西 带于明代人的风格 那就绝对不是宋代的 但是呢 画得非常的好 这些东西应该是明代人的东西 它可能像冒充球印的东西 这个款子的那个 这个位置也不太对 墨设也比较重 比较重 所以这些作品呢 叫改款化 把款子给改造的 一般多万是值的 可能还要高一